人情話題來看到 最近有網友發現使用台灣IP 在訂房網站上訂國內的飯店 比用香港IP來訂房間 還要跪上了兩成左右 引發大家討論 有人就質疑說 難道真的是把台灣人當成盤子了嗎 對此有飯店業者解釋 其實這跟飯店的主要客群 或者是訂房銷售狀況都是有關係的 行銷手段每一家的情形都不一樣 但也不是外國人訂 都會比本國人還要有優惠 有旅遊達人實測後發現 在訂房網用日本IP 訂日本當地的飯店會比較便宜 近來關於國旅住宿價格高昂的話題 引發討論 有民眾發現在訂房平台 用台灣IP訂桃園的飯店 每晚價格9000到1萬多元 但透過VPN虛擬私人網路 用香港IP訂同一家桃園的飯店 每晚只要7000到8000多元 兩者相差近2000元 有人質疑 難道真的把台灣人當盤子嗎 飯店業者來揭秘 或許有些飯店它的客源 可能是來自於歐美國家比較多 那是不是也給予歐美客人 來的價位比較一些特別的優惠 有可能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國外的一些 合作訂房的一些平台 同時他們自己本身 也會在做促銷的時候 那也會給予客人一些特別一些優惠 說穿了就是銷售手段 針對特定區域的潛在客群促銷 才會出現不同地區有不一樣的房價 像最近澳門地區針對海外的旅客來澳門住宿提供一些 可能高達50%off的這個折扣 這個就是澳門地區本地的沒辦法使用的折扣 但外國人訂真的都會比本國人訂便宜嗎 達人舉例查詢日本的飯店 用日本IP每晚價格是3萬5千多日元 台灣IP是4萬多日元 結果反而是日本本地人訂會比較便宜 而香港飯店的實測結果價格一樣 外出旅遊住宿費是必要支出 鄉省荷包就是得多比較才能找到優惠價格 記者鄭山雲林日台報導